漆黑的湖水中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从湖底钻出 怀里还抱着一团黑亮的淤泥 他艰难地把淤泥运送到岸边 在昼夜温差高达110度的地方辛苦劳作 身上多是灰烂 因为这些黑色淤泥其实都是盐 而这片湖水 连高浓度盐分充满俯视性 可即便如此 这份工作还是有很多人抢着干 这里是非洲埃塞俄比亚南部的 波拉纳族领地 在孙庄里 女人和小孩负责照顾牲口 旱季时 他们需要步行十多公里 去部落的井里打水 艾丽玛就是其中之一 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16岁的女儿马上要出嫁了 所以父亲杜巴决定外出蔓延 为女儿风光筹办婚事 这将是一场长达七天的漫长旅程 因此杜巴又咬牙买了一头骆驼运货 他对自己的蔓延计划很有信心 据说因为战乱 西边的阿波利市集 现在很缺眼 这次旅途 他准备把两个儿子都带上 包括11岁的小儿子 华利奥 在波拉纳族文化中 学会旅行是最基本的技能 而华利奥也到了该成长的年纪 他对这次出远门满是憧憬 很快 这趟200公里的危险之路就开始了 华利奥牵着一头小羊 跟在父兄的身后 他们要先穿过一个崎岖的沙漠 那里水源贫乏 而小羊就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一天半后 三人来到了爱苏达火山口 西黑的盐湖中 工人们正拿着最原始的工具 使劲捣着盐床 饱烂后 便潜入寒盐度极高的湖水中 徒手取盐 由于当地气候恶劣 再加上临近火山 湖里经常涌出 盐浆和散发着恶臭的硫磺水 面对高温和具有腐蚀性的盐 采盐工们毫无保护措施 只能用塑料袋塞住自己的鼻子和耳朵 那些裸裸在外的皮肤 基本都是灰烂的 面对受损的皮肤 他们唯一的治疗措施 就是在伤口上涂一层凡湿林 然后再贴一块塑料布 避免湖水和皮肤直接接触 每个工人身上都满是这种补丁 有人还会在手臂和小腿上缠布条 可这种原始的方法 并没有什么防护作用 只能让他们在令人痛苦的水中多待几分钟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不少工人不到三年就会耳聋和失明 这些工人都是波拉纳人 他们隶属于高度团结的工人联盟 联盟大约有三四百人 他们会交替下水 最后每个人获得的报酬 是根据他们下水的次数来计算的 通常一天只有六十万人民币左右 可即便如此 这些微薄的报酬积攒起来 也可以养活家人了 七十岁的莫名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 他的十一个孩子都是靠他养活大的 所以对他来说 盐湖就是神的恩赐 是活下去的希望 十八岁的努拉在盐湖工作八年了 自从父亲因身体原因再也无法采盐 他就接替了父亲的工作 以此养活全家 看过父亲的惨状后 努拉其实很讨厌这个工作 但在这个偏远且没有教育的地方 除了挖盐 他别无选择 黑乎乎的淤泥 经自然风干 变成了眼前成堆的灰色盐山 这些盐的用途取决于纯度 纯度低的就给动物食用 而杜巴 划二百五十块人民币 一口气满了一百公斤 他要把这些 都运到遥远的集市去卖 而这趟旅途筑定艰难 因为连年旱情 周围的湖水全部挥发了 为了保障路上有水河 父子三人来到一处深井 这个井有个绰号叫会唱歌的井 因为运送井水的人们会不断喊着口号 这样可以让每个人保持一致的工作节奏 井水是来自山丘下五十米深的地下水 里面满是污泥 但杜巴父子别无选择 因为这里的水源太少太珍贵 离开深井后 三人来到了旅途中最危险的地带 他们把这片干涸的湖称为茶壁 这里杳无人烟 是土匪的出没之地 波拉纳人和哈马人 经常为了放牧地和水源 在此发生军火争斗 可小华里奥已经走了一整天 他现在身心俱疲 只想休息 正当杜巴犹豫不决时 一群持枪的年轻人出现了 杜巴一阵心惊 拿起东西就想跑路 不过好在这群人是波拉纳族的 他们专门在这里保卫经过的同胞 是长辈训练出来的巡逻战士 这样杜巴松了一口气 随后带着儿子迅速离开了 穿过茶笔后 三人终于来到了乱石下的一处栖栖地 这里只有几个装满蚊虫的水蛙 还有岩石 气绳的堡垒 是绝佳休息场所 不过睡觉还是不安全的 所以修整片刻后 他们再次出发 打算在日落前找到牺牲之所 又是一天过去 上午11点 气温高达50摄氏度 杜巴决定停下休息 他们必须不断喝水 以防中暑 好在最辛苦的一段路已经过去 在这期间 小华利奥已经学会了魂网货物 知道了如何平衡 骆驼背上的重量 他们牵着骆驼的背影 已经有了大人模样 五天辛苦跋涉后 父子三人终于来到了阿波利村 阿波利人与所有近邻都相处得很和睦 因此也被称为和平天堂 就连死敌也能在这里和平相处 所以在这儿卖东西 无疑是个好选择 住在湖泊南部的哈马族女人 在这里卖番茄 阿波利人卖咖啡浆 萨马尔人卖木柴 钢苏族卖玉米高粱 大家或许彼此敌对 但都不会兵容相见 杜巴的两只骆驼很快引起了大家注意 因为干旱缺盐 这里已经很久没骆驼了 而杜巴的盐也是世纪上最受欢迎的 为保险起见 杜巴对外谎称自己是亚齐族人 因为亚齐族现在没有卷入战争 一钢盐卖一块多 这个价格不算很便宜 克兰买的人还是大排长龙 杜巴运的两百斤很快卖光了 这对小华丽奥来说是个很新奇的体验 而未来这段漫长艰辛的旅程 它或许还会重复上千次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